AI股还能布局吗? 可以啊,怎么不行 有AI先涨三根再说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欢迎林志龙,龙哥 那姐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最近AI股真的是非常火热 到底它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布局 有没有哪些股票是大家还没有发现 当然是有的 我们今天会帮大家完整的介绍 其实AI租群我们认为说 在今年通膨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 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企业投入AI 他们的产能会跟着增加 那产能增加成本下降的话 其实他们获利会跟着提升 其实每一段革命都是因为这样子 工业革命,绑杀机革命 或是电脑手机问世 都是这样子 但是或许有人问我说 这种个创意好像有点贵 我们不想买或是买不起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AI 我们这边先给大家一个图表 那你可以去想一下 其实AI要发展必须要透过什么 伺服器,高速运算 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当时我在古墓期边 有特别跟大家做叮咛 你可以去留一下 资金终究会从AI开始歪到 伺服器的相关个股 那伺服器有哪些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近期伪创非常非常的标 那你没想到这种大牛股 可以涨成这样 除了伪创之外 因业打 对,因业打是非常要 那今天来看的话红海沾上边之后 这种大牛股今天也是往上涨 那除了这种组装型的伺服器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去留一下散热题材 那散热其实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到 散热其实它的转积性也是非常强的 那伺服器要用到大量的伺服器 散热是很重要的一款 那七红今天股价是在往上创高 再来可以看到双红这边也是往上创一个新高 但他们都已经涨很多了 对,他们都涨很多了 但是这个先前其实我们在群组就有跟大家聊到 所以这边要请大家先把我的群组给做个加入 那接着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还有哪边的机会呢 其实机会非常多 比如说什么 伺服器 伺服器要运转 高速运转要运转的话 其实记忆体也是很重要一款 那其实先前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今年的产业 你要去留意一下去年非常衰的 因为去年非常好 基期这么高 今年的顶多就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 你去留意去年非常雷的个股 那我们有跟大家聊到光学镜头 再来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这个记忆体的相关个股 那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认为说 记忆体在去库存 已经来到一个尾声了 那第二季的报价 就会开始做一个复苏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美光股价 其实美光股价 昨天在美股市呈现了一个大涨态势 那在过去一个月 其实美光涨幅 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记忆体在这边 有机会跟着受惠 尤其是他们去库存 已经来到尾声了 所以群年 或者是蓝亚科 你可以看到大型股 照样涨给你看 所以现在就是有AI 就先标三根再说 那所以除了记忆体之外 其实还有哪些方向呢 我们认为去库存这块 其实 细晶圆 对 记忆体好的话 其实细晶圆就不会太差 那你可以看到 近期的投信的买卖超 其实他们也在默默的 拨取这个细晶圆相关个股 包括财胜科也好 或是我们可以看到 核心 核心其实股价也是 慢慢翘起来了 那除了细晶圆之外 我们认为说 ABF载版 其实你要特别留意 只要跟高速运算有关的 其实ABF载版的用量 就会跟着增加 但是仲哥要提醒大家的是 ABF载版 现在其实还是有点杂音在了 那你要去追踪一下 它的库存 是不是已经调整来到尾声了 像机体这样子 已经进尾声了 那如果进尾声的话 其实它就很容易 有一个波段涨势出来 那另外我们可以跟大家聊到的是 预带 智慧语音辨识 再来看高速传输 就是留意一下 4966普累 其实整个来看的话 AI题材是非常多的 那大家可以去 往这个方向去做找寻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那是一环一环 接着扣下来的 所以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比如说细节目 细节目接下来 会往哪边会是好的 你可以稍微推敲一下 那接着我们要跟大家 聊到加权指数 那我们相信这张图 大家都不陌生 这张图我们今天 跟大家聊非常久了 首先先看到 这左边这一个 这1月34号缺口 只要没有封闭 那甚至新台币 没有出现连续性中变 我们就可以偏多看待 结果你可以看到 它搞了两个月 它还是在走一个区间震荡 没错 那我们终于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们没有必要去 为了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 而过度担心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好像现在很多人 在聊说金融风暴 或是连准会报的主席 又怎样 但是请你记得缺口还没有封闭 等缺口封闭 其实你再紧张就可以了 那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个 而错过现在个股轮动行情 其实过去我就跟你聊到 指数就是区间震荡 今年不是重点 个股才是最重要的 那请记得我现在要跟你讲话 第二季我们将开始进入主身段行情 我认为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大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相信你可以看到 这个右边这个圈圈 季线已经往上交叉连线了 形成一个黄金交叉 过去我再跟大家聊到 年限扣底值进入4月 会加速往下扣底 年限走平会甚至转为一个上扬 这也是强而有力的支撑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 先前看坏行情的 这边形成一个上升轨道 已经通通都被咬住了 接下来农券强制回不日 这个是一个嘎框买盘 另外一个买盘是什么 进入除旋席旺季 那除旋席领到鼓励 势必会再投入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买盘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第二季 有机会走一个主身段行情 那这一段行情我认为是 大家必须也绝对要参与的一段行情 所以AI个股我认为是 今年的一个重点 那到底还有哪些AI股 值得我们留意 请大家加入我的Lighter 或是Telegram 以上谢谢 是谢谢龙哥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就要赶快加入龙哥的Lighter 跟Telegram哦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